嗨大家好我是莫娜 沒錯現在室內又恢復要戴口罩拍攝了 請大家這段期間一定要好好勤洗手 做好防疫照顧自己的身體喔 那回歸正題 有follow我IG或是粉專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在去年11月的時候 從iOS跳槽到Android了 那我目前使用的Android主力機 就是這支Google Pixel 6 Pro 我大概花了一兩個禮拜 才熟悉安卓它的使用介面 不過到現在還有一個地方 我自己還不是摸得很熟 就是大家知道Pixel其實是沒有獨立的相簿app的嗎 像是iPhone它裡面就會有一個叫做相簿的app 那三星的叫做媒體瀏覽器 不過Pixel手機裡面的是直接內建Google相簿喔 所以我才知道我的雲頓相簿裡面 有這麼多拉哩拉扎的 就是什麼照片截圖影片啊 一堆然後超級雜亂的 所以我這次決定能要來好好整理我的Google相簿 加上現在Google相簿已經取消了免費空間 連親兒子都被拋棄了 所以更要好好整理 然後有效利用這些空間 那今天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幾招 我自己呢近期摸索出來的 手機版Google相簿整理術 首先為了有效利用雲端空間啊 我們必須先設定未來你要上傳的照片 那影片的檔案大小 因為現在手機鏡頭很厲害嘛 然後你拍影片拍照片畫質很好 不過呢這些檔案也動輒都好幾枚 那些真的非常的佔空間 那首先我們就要先點選大頭照 然後在這邊呢找到相簿設定 那點選備份與同步 接著看到最底下的上傳大小 然後呢這邊就可以選擇 將原始畫質呢改成壓縮畫質 這樣的話呢照片就會被壓縮到1600萬畫素喔 影片也會被壓縮 不過呢還是能保有還不錯的畫質 你想像一下這就是你的衣櫃 然後你裡面可能都是放羽絨外套 那我現在就是把羽絨外套壓縮 把它變成什麼風衣外套那種感覺 那這樣你的衣櫃就可以放下更多的外套了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的概念吧我覺得 那在進入整理之前啊 我們也可以刪掉一些不重要的照片 首先呢一樣是看向你的大頭照的地方 選擇釋出空間 那Google相簿呢就會幫你找出那一些 已經上傳到雲端 然後呢還佔用你手機容量的照片們 然後這邊呢你就可以手動刪除它們 那這個釋出空間的功能啊 其實你可以三不五十就來按一下 就有點像是定期清理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整理照片了 那我覺得整理照片有兩個字非常的重要 那就是分類 因為只要好好分類的話 你後續要找舊照片啊 想要的照片的時候 其實就還蠻容易的 那其實Google相簿的分類 有分成手動分類跟自動分類 自動分類的話 就是當你開啟照片自動上傳備份的話 Google就會自動幫你分類好了 像是呢現在我搜尋 隨機選一個 事物好了 那裡面的照片呢 就會被依照種類排好 像是啊森林啊瀑布啊 然後你看還有狗狗貓貓之類的 其實分類就還蠻細的 而且我覺得Google相簿 對於那種自然環境的分辨 是真的還蠻厲害的 再來呢你也可以選擇開啟定位資訊 那首先呢一樣是點選大頭照 然後選擇相簿設定 那之後呢找到這個位置資訊之後呢 再點選位置資訊的來源 然後打開儲存位置資訊 這樣你之後出去玩 譬如說你去墾丁啊 你去蘭嶼去台東之類的 你這些系統呢就會幫你自動 把地點的拍攝照片整理成一本相簿 接著呢你就可以進入搜尋 然後查看地點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自己啊 在不同城市所拍的旅遊照片了 那還有一種方式啊 它是可以讓地圖模式更好用的 那就是你現在找到隨便一張照片好了 然後你把它往上滑打開詳細資料 你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地圖的定位 然後就可以從這邊進入地圖檢視模式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在這裡啊 看到你在相同地點 但是不同時間拍的照片了 譬如說我2014 2016都有去蘭嶼玩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可以點進去 看所有在蘭嶼時期拍的照片囉 再來呢是手動建立相簿 其實我自己還蠻喜歡開相簿的 因為你有時候去某個地方玩 你不可能只是跑一個景點嘛 那我就很喜歡依照景點呢 幫他們開一本相簿 這樣相片的分類也比較細 那要怎麼開呢 首先呢你要到你的相片庫 然後找到家的這個符號 選擇新增相簿 之後呢你就可以打上名稱 你現在打上名稱 現在你就可以新增照片了 那這邊呢一樣有兩種方法 就是讓系統自動幫你建立相簿 不過呢只適用於人臉跟寵物上面 那我們來試試看寵物的好了 像是如果我想要幫Lucy開本相簿的話 我只要點選他的圖像 一秒之後呢相簿就會建好了 那就會包含 譬如說他從好久以前來我們家 一直到之前的照片呢 都會出現在這本相簿裡面 那再來你也可以幫你的朋友啊 依照人點來建相簿喔 像是假設我想要一本 我跟貝爾認識以來的所有合照 我只要簡選他的照片 那我就可以自動建好貝爾跟木娜 專屬回憶照片 或是貝爾醜照特輯之類的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手動自己建立相簿 那這個是更有彈性的 好那上面說的都是搜尋照片啊 分類照片 整理相片的方法 那接下來我要分享一個 我近期非常非常喜歡用的 就是照片旅遊日誌的功能 那其實這個功能就是在 你的任何一本Google相簿裡面呢 都可以隨意插入地圖啊 或是文字等等 那整篇弄好下來就會有點像郵寄喔 那首先呢就是你要到一本已經開好的相簿 然後點選右上角的這個三個點點 並且選擇編輯相簿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最上方啊 你就可以看到有加入圖片 文字地點這三個的圖示 像是我們之前去墾丁之旅的第一天 我們是先到高雄租車嘛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加一個高雄的地標 然後後面呢可能就是旅程中的照片 然後我們的下一個景點呢是海生館 我就可以再加一個地標來區分照片喔 另外也可以加入文字敘述 像是記錄我們去的餐廳 我們可能吃了哪些食物 拿到是雷拿到很好吃之類的 都可以在這邊記錄下來 那另外如果你想要手動排版的話 你也可以手動拉照片去更改你的順序 那完成之後呢就會長得像這樣一整篇 就很像你知道部落客寫的那種郵寄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用來回憶或用來記錄都是非常棒的 再來這個功能呢也是我最近非常喜歡用的 那就是共享 因為我現在是安卓手機嘛 我身邊的朋友都還是iPhone 所以呢現在我都會開本相簿 然後逼他們跟我共享照片 這有一種我覺得還蠻有FU的啦 就是有一種我們一起建立這個相簿 一起上傳回憶的感覺 首先呢在App下方的四個選項中呢 選擇共享 然後呢這邊點選建立共享相簿 然後呢打算你的標題 然後選擇你要看你要手動加入照片 還是自動加入照片 都點選完之後呢 再選擇右上角的共享就完成這一本相簿啦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邀請你的朋友 一起加入相簿裡面囉 那要怎麼邀請呢 你可以透過朋友的信箱 或者是說你可以點選LINE 或是其他的通訊軟體 然後或者是複製連結 把它貼給你的朋友 那當你的朋友接收到邀請的時候 他的介面就會長這樣 那只要他們按下同意之後啊 他們就會成為這本相簿的共同編輯者了 不過啊你也要記得在選項中啊 同意他人新增照片到這本相簿裡面 這樣你的朋友才可以上傳照片喔 另外啊這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要先跟大家講 就是你在這本共享相簿裡面看到的東西 如果是你朋友傳的 並不代表他就已經變成你的照片囉 你要記得按下載 不然呢你的朋友刪掉這張照片的時候 你是沒有那張照片的 所以記得喜歡照片一定要先下載 才算是有到自己的手機裡面喔 容量的部分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只要你沒有下載照片的話 那些照片的容量呢 一樣都會算在你朋友那邊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啊 我開這本共享相簿 我容量會不會爆掉 是不用擔心的 另外如果你要大量刪除照片的話 一樣你就點選這個右上角的三個點點 然後點選選取就可以完成動作了 以上呢就是我最近還蠻常使用的 Google相簿功能 我覺得Google相簿有幾點還蠻棒的地方呢 就是他的資訊保留的非常完整 像是拍攝時間啊地點啊圖資等等 那再來呢就是你也可以選擇 要不要使用原始的畫質嘛 然後還有共享功能等等 如果你要好好利用的話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棒的工具 不過呢也是要想到說 他並不是免費使用的啦 所以真的要好好的分類定期的整理 才可以有效的利用他裡面的空間喔 好的那如果你喜歡這一次的 Google相簿整理術的話 記得幫我們分享這支影片 按讚我們好 訂閱我們頻道開啟小鈴鐺 我是莫娜 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